定f of sy等于s平方加y平方整个除以2 是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题f of sy在点11处往哪一方向 其f函数值递增的最快 好在求这一题之前呢 我们先把函数f的t度我们先算出来 好我们来看函数f的t度为grindingf 好那grindingf可以写成是 跨弧尖尖的箭头f partial s f partial y OK我们来看一下f partial s呢 f对s的偏微分在这边f partial s 我们会发现函数f呢是等于这边 2分之1s平方加y平方 2分之1s平方加y平方 好因为我们是对s方向来做偏微分 f partial x 所以呢这边2分之1先造写 s平方的微分是2x 而y平方呢是为是常数微分为0 所以2分之1乘上2x加0答案是等于x 所以我们得到了f partial x的答案是x 那f partial y的答案呢 我们来看f partial y的时候 好我们就直接来微分了 2分之1是一个倍数先造写 好那s平方的微分是对y的微分是0 y平方对y的微分是2y 所以这边是0加上2y 所以答案是等于y 这是f partial y的部分答案是y 好所以我们得到这边是y 这是grinding f我们算出来的 是等于左右尖尖箭头的夸幅sy 好我们来看第一题就是函数f呢 它的呃在哪一个方向呢 它地震是最快的 好那我们知道呢函数f 它地震最快的方向为grinding f的方向 好那grinding f1 1 因为是从1 1开始嘛 所以在这边它是从1 1开始的 我们就把1 1带入就变成是1 1 然后尖尖箭头的夸幅 好这个是我们的呃地震最快的方向 好那第二题呢是问你说函数f 函数值递减最快的方向 好递减最快的方向呢 呃我们也知道了 事实上呢就是负的grinding f的方向就是了 好那grinding f我们已经知道了 是1 1尖尖的箭头 好那负的grinding f呢就是负1负1尖尖的箭头的夸幅 好这是第二题 第三题 我们要求一下函数f在1 1处往哪一个方向 以瞬间变化率为0 好那我们知道呢函数f在1 1瞬间变化率为0的方向 是与grinding f是垂直的 所以呢我们就取u这个向量它是等于负1 1 那向量u呢就是我们的所求 为什么呢因为向量u和grinding f做内积 答案是等于0表示说u和grinding f会是垂直的方向 我们可以实际的来计算一下 好我们就来算算看了 就是u和grinding f来做内积 好答案是等于负1乘1 负1 1乘1是正1 好那两个相加是等于0 好的确的 u跟grinding f这两个相加是互相垂直的 好那就是我们的所求了 u就是我们的所求 当然你u要取别的也可以 例如说我们要取u是别的方向呢 就是别的样子 例如说1-1当然也是可以的 好那就是我叫我发现了 好那就是我来到最后的